看郭亦凡 强插内线 左手没打进 双方其实都很轻松啊 郭亦凡还跟麦迪打招呼 主要是看头太准 太准 小白自己抢 再来 我觉得李克思导一会儿可以给小白开始抢道 麦迪在等波使 5.5那球怎么选择 晃一下 被骂了 麦迪丝毫不让 5.5那球这球犯规了 上当了 以为这球可能就让过去了 结果来看 这就是去你的篮球梦 丝毫不给一点面子 麦迪可以 但是马上吴亦凡还一个钟头 吴亦凡每一次出球 看来这些粉丝 就爆发出惊人般的这种尖叫声 能量太可怕了 我们一会儿期待着正赛之后 这些明星们的表现 相信呢 在欣赏呢 刚才几场 精彩的比赛 无论是我们超级的决赛 还是蓝色 还是这个恒蓝魔王战之后 大家会更加期待我们一会儿的比赛 但是李克思导也会在今天晚上的部署 有一些看法了 对 我觉得 双方都已经进入状态了吧 他们已经非常的准备 充分去给大家去奉献精彩的比赛 同时呢 我们看 这场赛也是能够投入很好的投入 请大家期待 也请大家不要走开 您先别走开啊 后面更加精彩呢 在副馆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把时间交回演播室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